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8万0539辆 同比下降6.7个百分点 但在全球销量下降的情况下 中国市场交付量却创历史新高 单月交付量首次超过7万辆 中国是奔驰全球最大销售市场 1月份奔驰在国内交付了71697辆新车 大好的开局得益于C级 E级轿车长 轴距版本的热卖 两款车型都实现了两位数的增长 宝马也降价了 今日同时 宝马中国的官方微博也宣布降价 即日起 提前下调 在中国销售的汽车产品厂家建议零售价 包括宝马在华生产的国产车型 如BMW 3系 BMW 5系 BMW X3 以及BMW X5 BMW 7系等进口车型 以BMW M760 X3为例 新价格较之前 降低60 000人民币 捷报路虎 下调全系车型售价 路虎最高降 8.5万元巨新金报 记者从捷报路虎官方获悉 为响应我国增值税税率 下调政策的实施 捷报路虎宣布下调 在华销售的路虎品牌 和捷报品牌全系车型厂商 建议零售价 即日生效 路虎品牌车型 最高降 8.5万元 捷报品牌 最高降 4.2万元 此次降价背景 3月15日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在两会总理记者会上透露 4月1日就要减增值税 5月1日就要降涉保费率 全面推开 近两年 在面对政策调整上 奔驰 宝马响应 十分积极 此前奔驰进行过 四次价格调整 2018年 5月1日 梅赛德斯奔驰响应关于调整增值税税率的通知 依照该政策 对价格的实际影响 下调再售车辆厂商 建议零售价 2018年 5月24日 梅赛德斯奔驰拿出提前响应 一步到位的调整方案 下调全部进口车型的厂商 建议零售价 2018年 7月6日 对原产于美国的汽车加征关税至40个百分点的政策正式发布 梅赛德斯奔驰通过 厂商建议零售价的小幅调整 以及针对部分车型 购置税补贴 2018年 12月17日 针对国务院发布 从2019年1月1日起 对原产于美国的汽车暂停加征关税的公道 梅赛德斯奔驰下调在中国大陆销售的 全部美国进口车型厂商 建议零售价 网友评论 我缺的是6万吗 我缺的是100万